我是赵瑜 独立家具品牌鹿的联合创始人和设计师 我舅舅是个木匠 小时候家里所有的家具都是他亲手做的 每一件家具都有合适的尺寸和用处 我觉得这种一物有一物之用 为了经济和实用而制作的家具 这种朴素的态度 是伴随和成长在我的骨子里的 我的第一个家具品牌叫茄作 茄有暂且当下 还有金酒的意思 山西人有起木匠上门制作家具的习惯 根据主人家的需求喜好 还有家里的空间格局量身打造 且做的情意也是如此 我给自己刚装修好的家 选家具总也选不到喜欢的 就决定自己做了 所以茄作的第一批产品就是家具的必需品 床啊 床头柜啊 橱柜柜柜 包括餐桌书桌这些 后来我遇到灵溪老师 跟她学习书画 我们共同创立了新的家具品牌 露 我们在一起写字 画画 弹琴 喝茶 用到什么就做什么 对于家具 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功能 然后是审美的需要 像琴桌琴等 最重要的是尺寸合适 摆好琴以后 肩膀手臂可以自然地垂下来 能使身体保持一个舒适的姿势 桌腿直线条落地 侧面带有拖泥 这样桌子在弹琴的时候 不会摇晃 而搭配的黑胡桃木的花纹 则显得沉浸内敛 蝉椅的要领是 在高度上 要让人坐下来 既可以自然地垂落双腿 盘坐的时候 还能感觉到宽大舒适 而三面设了围 这样在静坐的时候 后腰还有侧面 就不容易招风 刷桌特意加高了尺寸 方便站着写大字 坐下来的时候 配个脚踏和高椅也很方便 茶桌系列 我们做了茶桌 炉桌 椅子 尺寸都不是很大 茶桌的尺寸 可以容纳三个人 对座喝茶 桌面的宽度 在泡茶的人 伸手可控的范围内 面对面坐下来 主客之间的距离 刚刚好 不远不近 桌面下方两边 各有三个抽屉 取用方便 又可以保持桌面的整洁 旁边配一个 专门放电磁炉的桌子 嵌入在桌面里 电线可以从下面穿过 不会直接露出来 高度正好适合垂肘之湖 无夫手椅子 是为了使用起来 不占地 并且好搬动而设计的 因为我们自己 就是这些产品的使用者 我们在反复使用中 沉淀出的这些贴心设计 对于我来说 理想就是 带着明代文人的精神 过着舒服混搭的日子 让人和家具 一起自然生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